站板和货架上堆起了纸箱和桶装农药 检警进入这个农药仓库搜索 发现蓝色桶装的全都是劣质农药 检警从去年8月开始埋伏搜证 最后揪出了这个跨海漂白的郡农农药公司 逮捕父姓妇女党 因为我不知道他卖什么 就怪怪的 有可能吧 不太相信 同样手法还有另一家科曼农药公司 检警带队搜索 为在台中南区大楼里的办公室 最后搜出了这一整桌 罐装或塑胶包材打包的农药 全都是劣质农药包装后上市的模样 苗栗地检署侦办黑心农药案 破获两家公司非法进口劣质农药 进口非法的伪农药之后 交由下游的分装厂 以换贴标签分装贩售等 违反农药管理法之犯罪行事 黑心农药进口台湾 两家业者手法类似 其中台中附近农药商 先在大陆和印度 购买劣质农药或禁药 之后转送到新加坡和越南 重新装载货柜 并且重新检去报官资料 以这样的方式 二度漂白犯行 最后透过海运送回台湾 要合法进口农药 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认证 取得农委会所合发的农药许可证 其中检警搜索 郡农药公司 查封了417公吨黑心农药 要知道这些量 如果稀释之后喷洒 足以覆盖台湾耕种面积的15倍 农药商空有专业 却违法进口禁药 大赚黑心钱 记者彭志明 林元斌 苗栗台中的综合报道